刚看到是零传媒最新的民调 那是网路民调 那另外来看到这一份最新的是 关键调查的民调 它就是一般传统电话民调 好来看到这是6月6号到9号 三天所做的 那结果是赖清德是31.2 柯文哲21.5 侯友也是将近18% 17.9% 好那么另外我们上一次 上一次呢是在3月底做的 这一份民调 看到赖清德比3月份那份民调 一下子重挫下滑 减少了7.8个百分点 侯友也减少了7.6个百分点 两个人都是重挫 反而是柯文哲增加了4.4个百分点 那前面当然有分析 这一波为什么这个赖清德还有 尤其是侯友也整个民调 就是感觉下滑成这个样子 状况不太好 是因为当然什么有MeToo风波 还有这个新北市幼儿园 那案子在烧 那换句话说 简单来讲一句话 就是你蓝绿都在乱 结果白得利 是这样讲吗 其实这一份关键调查的民调 我认为 它的参考价值比林传媒低 低 反而低 为什么 因为它的调查的频率 离太远了 上次是3月 这次到6月 对 中间间隔好远 中间发生很多事情 对 你看起来好像侯友宜是 从这个2月以后 应该是从今年1月 一路雪崩 你看它从35一路 掉到17.9 腰斩 你会觉得侯友宜这个趋势很可怕 可是其实中间应该是有波折的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看林传媒 林传媒是 这三个人里面 如果跟上一次调查 5月中旬的时候比 只有 只有赖清德是下跌的 我说林传媒 不是关键 林传媒 林传媒三个人里面 侯友宜是有微幅增加 一点多 好像1.4% 对 他是增加的 只是柯文哲是暴冲 对 柯文哲好像快9% 没错 然后赖清德是微减 对 所以如果今天你从 林传媒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对侯友宜不是坏消息 只是 现在证明了 侯友宜还在 那个谷底 那目前你的 那个该回流的 都还没回流 又碰到 你看嘛 他的时间是6月6号到10号 就是幼儿园事件 烧最凶的那几天 那几天是 基本上还没澄清 6月8号 这个检调搜索 6月9号 侯友宜去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道歉 去跟这个 做政大的学生座谈 等等的 才陆续才 要把这个风向开始 正面处理 那当然对侯友宜 是最不利的时候 那时候光是网路上 我们看到那个1999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一堆网路上的 社群全部都收到 什么新北市政府 这个幼儿园是青蓝的 然后怎么样 什么吃案 这种讯息 超级一堆在流传 新北政府都还没有 来得及去回击 所以上个礼拜 做这些民调 对侯友宜 绝对不利 绝对不利 可是这个礼拜 如果 你看有点像这个 当初美丽岛电子报 前一个礼拜 18% 也才隔一个礼拜 再做 马上就回来了 所以这会受到 这种单一事件的影响的话 可能就 我觉得这个民调 相对来讲 它可能是刚好在 侯友宜最低的时候 最低的时期 碰到这个事情 它会是一个相对低的时候 可是呢 你说对赖清德 因为赖清德 对民进党 你要记得 民进党me too 最烧最凶 那四个案子 全部在6月1号以前 包括总统府执政 都在6月2号 所以 大概6月5号以前 基本上民进党案子 全部烧完了 而且呢 他们基本上什么 该检讨的 该调查的 大概陆续都开始在做了 该陈储的 其实大概都已经处理掉了 于是 你6月6号到10号 这一段区间 去做的民调 民进党就相对 他们原本在观望的那群人 有一些就回来了 他觉得 比起那个 国民党还有什么 傅昆琪还有谁 我们处理得很快 那些人又回流了 所以 那个一时 单一事件的影响 他们有变成长期的话 其实 对整体民调的趋势 影响不大 可是 可是 从这几份民调 你看到一个 我觉得其实最 这两份民调去对比 有一个最诡异的现象 林传媒是 卫表态率超低 三组候选人 表态完 剩下卫表态的不到10% 那关键调查是 卫表态率超高 他的卫表态率 达到29.4% 可以跟赖清德的支持度 差不多了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卫表态可以选总统了 卫表态的人 卫表态快三成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 是跟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关 林传媒是用 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 林传媒他们那种 民调 他比较像 ET Today的民调云的模式 就是他们是用 所谓的网路简讯 发讯息给大家 你们主动回来填 可是因为你们回来填之后 我会填写你的相关的资料 你的户籍地什么 我会依照这个整个大的资料库 取用符合我资格的这些样本 来做我的最后的资料分析 所以是比较是 我是被动收到 比如说我一个简讯 邀请你来做总统大选的民调 你去填写之后 这个资料就进到资料库 但是我会不会用到你 我会看整个人体样本 比如说户籍地 性别 这些要素把它整合之后 然后再来取样 最后他取了一万两千份 可是他不是随机 重点就来了 他不是随机取样 这是一个比较是 网路民调式里面 比较取巧的研究方法 这绝对不是传统的 像这个千惠姐 有时候会跟这个 邱英龙老师直播 有空你可以问问邱老师 这个算不算 所谓的随机取样的民调 这个绝对不是 这个也许旧方法上面 绝对不是 可是因为邻添美 在去年用这一套的模式 精准预测了 台南屏东的趋势 所以邻添美的民调 有没有参考价值 我认为还是有 可是在这一波里面 他因为现在 从这个未表态率 两会民调有那么大的差距 你就知道主动性 因为他都主动 每个都是来表态的 那这里面就可能会有 所谓的人为操控 什么叫人为操控 如果今天我是假设 我是民进党 网络游行部 当我知道 我会假设我有个 他们有很多社群 比如说什么 信赖台湾 桃园 信赖台湾 新竹 新北 什么哪里的 有人说 我收到这个简讯 大家就通通点进去 去填这个样本 填这个问卷 那这个样本数 他们就会增加 那我认为 如果以这一份民调 他 我说林传媒的 侯友宜特别低 那就表示侯友宜 在这一块 可能没有动作 可能没有动作 因为他是全网络问卷 那这一块 侯友宜可能要加强 对 这也是警讯 对不对 你在网络就是弱 因为你被甩开了 对 我讲这个甩开 这个很危险 这个趋势如果变成说 是两大一小的时候 你会变成 零跟人 对 这个用2022年 他就会变成 零跟人效应 什么叫零跟人效应 你的最后会连两成都守不住 所以这个很危险 这个侯友宜阵营必须要 现在这个警讯出来不是坏事 就是你赶快去把整军备战 把这个队伍调整成战斗队伍 在我一直都讲 八月底以前都还有机会 如果你能够回稳到第二名 都还有机会 那当然这个 关键调查这个部分的 未表态率 奇高 这个我无法解释 我无法解释 那就有可能就是 最近这些事情 不管对哪个阵营 都可能有不利的因素 所以他们就选择不表态 有可能 有可能 官网啊 没劲啊 对 我再看看啦 对 所以因为他又是全式化 他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所以我说每一个 不同的研究方法 会可能带出不同的 这个研究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是得要从研究 科学的根据来去做分析 比较 不能说凭感觉 就是分析民调 一定要凭 那个科学的依据 我想现在这些民调看起来 只有一个趋势 就是侯友宜要加把劲 对 那我要来听挂了 我要来听一下 雨萱帮我们来讲 因为我今天看了 上报独家里面在分析说 侯朱的幕僚 好像爆出了口角 那说是因为第一个 像整合郭寒 那朱一伦都没有 做些什么事情啊 或是在立委的提名议题上面 都没有什么共识 所以侯朱之间的幕僚 吵起来了 那当然绿营现在开始 见缝插针 不过这也让我们再度想到 从5月17之后 朱立伦到底在忙些什么 他做了些什么 他的角色是什么 不过朱立伦当然今天 他特别回应了这篇报道 他说是凭空捏造 而在这个议题上面 朱跟侯都有之一同 非常的有默契 双方都已经出来 回应并且辟谣了啦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当中 讲一段话嘛 本来就是有权力的人要来负责 对不对 这段话是说根据好像是 朱立伦那边放出来 对是指出啦 朱立伦当然不可能去正面证实这件事情嘛 正面证实这件事情就炸锅了嘛 国家就毁了啊 对不对 但你说好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分析好了 朱立伦到底该做什么 朱立伦作为一个党主席 他把这个提名程序 弄到完完全全候选人出来之后 基本上他的任务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我必须访问一件事情 好 你看一下民进党 请问蔡英文现在有 在帮赖清德选举吗 没有啊 甚至还扯后腿 所以我想在这种前提比较之下 其实朱立伦不扯后腿就很好了 那当然有些人觉得说有啊 朱立伦哪没有扯后腿 确实啦 在处理郭台铭这一块 那个那一阵子的荒香走板 其实大家都有批判啦 但讲白了 他不是他是做教的吗 不是啊 朱立伦是抬教的 朱立伦只是一个抬教 基本上做义工啊 他自己本人其实也想选总统 但最后没办法嘛 所以只好选择性抬教 当然有些阴谋论说 哎呀朱立伦是不是就是 等着看侯有一个好戏 然后最后怎么样 最后最好是整个结局导向 如同他发展 宇轩刚已经卖了一个关子 到底有没有真的吵 今天事情就不好说啦 但至少家里面 关起门来吵OK 但出来大家口径要一致 不过你也讲到说 朱立伦毕竟只是抬教的 他不是坐在教子上面的人 那当然我们知道 朱立伦跟蔡英文也不能比嘛 蔡英文是下当总统 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扯到后腿 那朱立伦可以多做出什么 还是说侯友宜自己 要自力自强一点呢 对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 侯友宜自己要自力自强啦 我刚才讲到一半哦 朱立伦他最坏的打算 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恶意的就单纯看好戏 看完好戏之后 反正你侯友宜民调第三 然后最后怎么样 这是有人曾经预言过的 那是不是趁势说 哎呀郭泰伦也不行 这个侯友宜也不行 朱立伦我勇于承担 再来玩一次换猴 这也是最坏打算 也有这样可能吗 但我显然现在是 不是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我觉得侯友宜必须 好好去思考啦 他如今几个大问题 党内整合 党内整合的问题 那你不要讲了 朱立伦已经在初选阶段 为了让你出现 跟郭台铭已经势不两立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节骨点上 你还期待说 朱立伦能去帮你 跟郭台铭瞧就不可能 再来第二个 韩国瑜的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 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韩国瑜现在真正问题在说 你去云林的时候 你侯友有去拜会他吗 对不对 你有主动提出这个需求吗 我就讲了 去到台中 人家郭台铭竞研清标 你有没有提出来 有没有提出说 至少我想见 如果说你这样被拒绝就算了 那你根本没提出嘛 没提吗 你去云林我就问嘛 侯友你有没有提出说 想要跟韩国瑜会面 对不对 肯定是没有了嘛 不是你被拒绝耶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今天你要求团结 你自己动作也要做到位 去到哪里 地方派系说你的 你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韩国瑜跟郭台铭 说是你的灶门 那你就去处理吧 你就去处理吧 你会觉得说 赖金的难道会跟蔡英文讲说 那个蔡英文主席 蔡英文总统 赶快来帮我处理敲一下 然后两个人因为这样吵起来 当然不会 他们现在内斗施杀的更厉害 至少你猴猪 还站在同一阵线上的 所以我说在这个层次上来讲 猴有很多问题 其实他不是旁人可以帮忙的 而是源自于他自己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猴猴GDP 大家说他去学校 一定被大家检讨爆 我就问到底什么是猴猴GDP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 有很多人讲说 猴有瑜做自己 猴有瑜变战狼 然后结果变战猴 然后猴有瑜变什么 战猴 对战猴嘛 这是似不像嘛 你说他像许晓鑫吗 也不像 像罗志强吗 也不像 的确看到他一直在开炮赖心得 但各位南英支持者也好 民众也好 大概有敢嘛 没敢 那如果他真的 豁出去的照刘和然这样的讲法 都放开来一点 结果他豁出去之后 会不会反而变去年的陈时中 就人设大崩坏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 你讲到一个重点 到底是人设上的变换 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 我想又想 我就举一个例子 政论节目 如果没有立场的话会好看吗 不会吧 对不对 你要嘛是懒的 要嘛是绿的 你如果走中间路线 基本上来讲 你是逃不到便宜 这是猴有瑜最大的灶门嘛 猴有瑜真正应该做什么 果断 他真的应该做的是果断 不是说想进不在那边 太空太空 我要弄什么人设 弄什么人设 来我举例子 还是讲就好了 先前再去专案报告 他唯一做错的是什么 推脱啦 不果断啊 他有没有去 有去啊是不是被骂翻了 来我们时间倒退一个礼拜 在国民党议员都还没讲的时候 猴有瑜如果直接主动说 我没有办法接受民进党这些造谣 抹黑攻击 我要直接直求对决 亲自前往议会去面对 大家会给他什么 掌声 就像叶元智一样嘛 叶元智跑去问新北市政府 就一样推脱啦 一问一答一问一答 然后要个这个未要案的资料 要了老半天 然后残缺不起 如果说新北市政府 第一时间直接整份资料就给他 是不是就完了 就没了 核能议题也是一样啊 那你说到这个所谓两岸路线议题也是一样啊 我想猴有瑜现在讲绞合共识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他已经推脱拉太久了 所以让大家不耐烦了 这才是所谓 holdholdgdp真正的真面目 猴有现在必须要改变的 不是说把自己弄成战狼 也不是把自己弄成什么人设 而是在第一时间能够呼应支持者期待 果断的把相关的论述 清清楚楚明白的讲清楚嘛 这才是猴有瑜真正要做的事情啊 所以就像你今天去学校 我讲白了 他为什么会一直holdholdgdp 因为过去是适用啊 过去他做什么 过去他要的是蓝绿通吃 没有色彩 越模糊越好 所以你以前看新北市 看他的选举 你都觉得猴有些像打马赛克 不不不的 整个人在那边到底是蓝还是绿 不知道 反而这样蓝绿选票都可以拿到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像有柯文哲年轻人的新宠物 年轻人最爱 对有赖心得像林逸峰讲的 年轻人新宠物 赖心得对不对 绿营的他觉得咬死死的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 你还在那边打马赛克的时候 只会产生一个结果 蓝的也跑绿的也跑 就像是中兴的政政节目 没人要看 这就是现况嘛 所以你hold有要做的是 赶快把自己的节奏明快 并且把自己的人像弄得够清晰 该长怎么样就怎么样 该第一时间决断就第一时间决断 否则你再怎么变化 然后持续用以前的那套老路 我相信不管是你去学校也好 到723之前都只会持续的再扣分 罗志强强哥本来在今天要开记者会 要抛出这个政党轮替大联盟 也因为现在一方面杂音 二方面被曲解 所以暂时喊咖了 那此时此刻后也要做的事情很多啊 包括他一定要赶快把自己的这个民调拉上去 包括整合的问题 包括论述的问题 那么尤其在此时此刻呢 我们看到了王金平出来了 王金平来了 王金平呢 在7月5号要成立后友宜后援会来力挺他 他联系了一些已经卸任的国民党立委 还有现任的国民党立委 好大家一起来整合蓝营 那听说那个响应还蛮热烈很踊跃 好另外一方面郭台铭的因素要好好处理吧 好据说呢 侯友宜打了六通电话给郭台铭 但都没接 这个部分呢是侯友宜上个月 办访屏东县议长周典论的时候 周典论呢提醒侯友宜应该要赶紧联系郭台铭 那这个时候呢侯友宜才说有打电话啦 但是打了六通都没接 甚至还拜托周典论帮他打 好当然这个听说让在场的人士有点尴尬 不过我先看到这边先请教兵哥好了 因为既然讲到他打了六通电话给郭台铭 那感觉起来现在能够去桥 不要说桥啦 搭起桥梁的感觉起来是不是只能靠王金平了 其实王金平院长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尤其特别在中南部这些地方 带有他一定的势力存在 所以争取他的支持是必然的 但是我觉得王金平院长他很久以前就已经争取他支持 而且希望他当竞选总干事 结果院长已经拒绝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你知道院长的心愿 他现在愿意当后友宜的这个会员会的会长 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动起来啦 对我觉得是OK的 但是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于你的脚步不能停下 也就是像我听到这个打了六通电话 六通电话很多吗 我们以前在采访的时候 长官规定你要采访到这个人 六通六百通我就打过 我打不到我就去他家门口堵他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不然呢 六通电话好像讲了一步已经很委屈了 有什么委屈了我也不知道 我补充一下 我那时候曾经为了采访一个新闻 我在一位采访对象的门口 我就真的足足的站了六个小时 就为了要赌到他回到家 对 六个小时哦 真的 对 我们媒体出生都是这样 因为长官交代你也回不去啊 而且我们有时候赌人 或者在那边守人 是啊 还要换班的你知道吗 本来就是啊 我还没有长官交代哦 你自己在门口等了六小时 纯粹是因为我知道有独家新闻正在发生 对啊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态度啊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 你自己想要抓住这个东西嘛 对 你就会去嘛 就不管牺牲多大 你也会去尝试做这件事嘛 那现在是谁要求谁 是侯友宜要求郭台铭不是吗 那这样子的话打六通电话 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你在他家门口等六天也不回过 对 哪怕是死缠烂打 对就是死缠烂打 逼着郭董非支持你不可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不然呢 你要拿出一个诚意出来嘛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侯友宜认为他打六通电话 已经显示了他尽力了 那郭董不愿意 那我觉得这个努力真的不够 冲敬也不足 那也不是委托周典论而已啊 对啊 我觉得 你应该动员你所有的人脉 想尽办法去包围郭董 逼他贝跟你见面不可 不就这样子吗 我们以前要采访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人甚至我 这个人躲到连家都不回了 那我怎么办 想尽办法找各种关系去查 这个人到底躲在哪里啊 对 不就这样子吗 这跟我们找人有什么两样 就是死命必达嘛 后宜如果没有这种冲敬 我我很难认为他有办法继续冲到最后 因为他如果没有这种概念的话 我就觉得后宜你自己 以前当警察你不会说 今天追通缉犯 时间到下班回家 不会吧 你应该也是 树叶翡蟹 甚至好几天 几夜不睡觉 就是要抓到这个通缉犯 不是一样的道理 拿出那种精神就好了啊 对 我觉得你你现在要重新做回你的警戒铁汉 你你忘记你现在只是一个政治人物 不是的 你现在要赢这样选举 只有重新回到你过去的精神才有机会 不然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用去讲 那至于说罗志强提出这个政党轮替大联盟 我说真的我觉得时机不对 太早 提出来的人也不对 讲实在话 因为罗志强自己本身是国民党 那你国民党的你们的 候选人才被刚被征召一个月 然后你就直接进入政党人地大联盟 请问一下你到底打算要做什么 然后我觉得浅秋应该是很热心 但是他忽略掉了 浅秋可能觉得自己单纯只是个媒体 可是浅秋忘记了一点 他曾经是韩国瑜的爱将 对 那你的一举一动动见观瞻 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就代表韩国瑜的意志 那你跟罗志强这样一结合是代表 包括韩国瑜也好 包括国民党的这些 立委候选人也好 一个一个都打算弃后尔宜而去嘛 虽然罗志强认为大家 曲解了他的意思 可是我必须告诉罗志强 志强兄 你的这个动作就会让人家直接产生这样的联想 这是很自然的嘛 因为在这个节骨眼 你突然间抛出这个东西 那就是告诉我们后尔宜很危险了嘛 而且你在广播里头亲口讲出来不一定要支持后尔宜哦 你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你告诉我不一定要支持后尔宜 那怎么办 那就是要气候保科嘛 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这种讯息嘛 那谁最高兴 民进党最高兴 因为他就是希望国民党现在越乱越好 那柯文哲大概也蛮高兴 那请问一下 这个对国民党是件好事吗 所以我个人认为 选战才刚开跑 上一次到这个时候 你们国民党初选都还没选完呢 所以我觉得当然很多人都看到很多现象 有人会很急我也很急 但是急要有急的方法 也不是崩一下丢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我讲一个比较那个点 如果今天这个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 是我提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不是国民党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只是代表我们这些关心的人士 给你们的一些建议 那要不要加入随便你们 可是今天你自己本身有国民党员的身份 你又是被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真的不适合在此时此刻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真的要去仔细思量这中间的差异 这个洪天怡员来了 对 强哥的政党轮替大联盟紧急喊咖 我最常讲一件事情 我常常在讲有说这个通往地狱的道路 总是充满着善意的 就是说我能理解强哥的焦虑 但我也要请大家观众朋友 跟其实强哥我觉得我也提醒他 稍微要我们要去思考一点 就是说这几年来我们国内的选举 每一次都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谁被检讨到极致 谁就倒大煤 然后呢大家常常用所谓的显微镜 然后又放大镜再看一个阵营 然后另外一边对其他的候选人 完全都没有在顾 完全都没有在理 所以坦白讲我倒觉得 你看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状况 凤英杰在这边他对国际非常的理解 当美国的印太司令 Akirino说他如果要避免战争的时候 他必要的时候他会去处理 中共沿海的这样子的一些 甚至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单位的时候 当现在布林肯拼了命的 要往中国大陆跑 当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说 非常非常有可能 两岸会变得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 理论上今年的选举的主轴 应该是什么 谁是维持现状最好的选择 而理论上我们应该来讨论赖清德 他在他整个的两岸政策里面 他跟蔡英文之间的不同 他跟蔡英文之前的矛盾 然后他台独务持工作者 更危险的这一面 甚至我们倒回去检视 你在台南市政府任内的时候 你的局处首长 其实才是me too里面的最 他当然他不一定有me too的这个状况 可是他们不管是有所谓的 私生活不检点 甚至有所谓的这个商品化 性交易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部分坦白讲 都是应该大家要去专注的 结果没想到 我们现在把整个焦点放在哪里 我们把整个焦点放在 知为末节上面 当然我必须坦承 这是从我们一开始 在征召的过程当中 就延伸到现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侯伟宜现在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议题的泥造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就反映了什么 他的团队必须要有 主导议题的能力 所以我们坦白讲 我们过去在讲说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我在这边我想 一方面提醒侯伟宜团队 就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是时候拿出一个 总统候选人的样子 然后真正当当的来跟你的对手 开始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 而不是参戳在 所谓的滋味末节里面 一下说能不能整合这边 一下能不能整合那里 对不起 其实我在这里不客气的讲 国民党里面的大佬们 是一票没错 外面的民众也是一票 现在这段对你来讲 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让所有人看到你被提名了以后 你有我们心目中总统的样子 这远比你拜访了多少大佬 跟多少大佬 跟多少国民党 包括我 我们这些人站在你身边 有意义的多 因为你的支持者是民众 千万不要忘记政治人物的 政治人物的所有的力量 来自于基本的选票 对人民来讲 好好的去跟他们做一个说服 好好跟他们去做一个沟通 让他理解你还是当初那个 司政满意度最好的西北市市长 我觉得这个远比 所有其他的部分更重要 那另外我也要提醒 所有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我想民众党的策略非常非常简单 我过去在节目上面讲过很多次 他会不计一切代价的去做到 所谓的两党不过半这件事 所以民众党可期待的是 他一定会在关键的十几个选区里面 都会推出他的候选人 而到最后一刻他才决定 到底是要什么 要蓝白河 还是要去扯 还是要一起去打民进党 还是要去扯国民党后腿 当他觉得国民党有可能单独过半的时候 他一定扯国民党后腿嘛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有些人为了焦虑 为了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跟柯文哲好一点 柯文哲搞不好就不推人了 对不起 情感跟他们的生存 你觉得柯文哲会顾哪一个 所以民众党现在在玩的一件事情 柯文哲一定到 我已经接到好几个 好几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打电话说 柯文哲有打电话给他们 就说我会去他的选区走一走 然后我不会介意你来 但是我讲真的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礼物嘛 当你站在柯文哲旁边的时候 你觉得所有的新闻会讲什么 小鸡要松动了嘛 小鸡要垮了嘛 小鸡要自我逃命了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切的部分 对蓝营来讲说老实话 我过去讲了很多次 保护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是最重要的 坦白讲对我来讲 赢了总统 就算立委所有乱七八糟 也都 这个差异我相信 过去的这几年 大家都经历过嘛 所以关键是在行政权 可是宏平你是这样看 可是包括像是 游淑慧他也直接讲 不少国民党居立委参选人 都希望得到柯文哲的支持啊 甚至有没有 接下来可能一堆巧遇都来了 事实上已经有啦 我觉得刚刚巧遇在这边讲的 我觉得很很正确 我觉得不是说要得到柯文哲的支持 是得到柯文哲他的支持者的支持 而柯文哲的支持者 他到底支持的什么 你必须在你的选举里面 展现出你有跟他类似的这部分 比如说很多人说 柯文哲有时候骂民进党的时候 骂了什么 骂了非常的准确啊 那柯文哲有时候在讲话的时候 非常的直接啊 柯文哲在一些议题上面 所以你不是叫你说 柯文哲说好 大家投谁就投谁 不是要你去顾着柯文哲这个人 去巴着他 然后祈求他把他的选票转给你 是你自己要去努力 你要去拿到他的票啊 我坦白讲 我是很有名的柯黑 可是我也拿得到很多柯文哲的票啊 很多人跟我讲 在地方上我走路 他说我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我以为会投给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要像你这种人 才能监督阿伯 才能让他更进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民众的这个投票 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 我觉得我们的小鸡 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气势 坦白讲你才有办法 在一对一的选举里面 才有办法拿到胜利 坦白讲你去祈求说好 因为柯文哲在我这个选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现在柯文哲已经到处在走 他其实是在摧毁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那复朝之下无婉软 大家在思考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你要这样子想 那你干脆去操作蓝白盒 你干脆代表民众党 然后说蓝银要你让你算了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要思考清楚 因为整个柯文哲民众党的策略就是 他会拖到最后一刻 他一定会到12月的时候 他才来决定 他看蓝银如果要过半 他会去拉蓝银的后腿 他如果觉得绿营会稳定播半 他会跟着蓝银一起打 所以与其我们现在在做这些 这些所谓思考 所谓情绪上的问题 好像跟他好一点 我们就可以活下来的这种概念 还不如自己争气比较重要 新北幼儿园为要案这件事情 我要请教也是身为民意代表的宏廷 但是看下此时此刻 行政院出手了 组成了跨部会小组 王毕胜连夜会见了11位家长 家长们说因为对新北不信任 那么另外一方面 刚刚特别提到了 只要低于这个200耐克 其实就算是阴性 就是胃减出 可是来看到了 就是读物科的医生 昭明威 他说虽然标准是200耐克 今天验出来是29 前几天是20 现在是低于标准值 是阴性没错 至少现在这个浓度 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太大的副作用 对小朋友来说不信中大性 但这个数值只能够反映出 现在有多少 而不是过去吃了多少 那他说以这个来讲 半衰期大概是一天到十天不等来算 推估一下就知道了这么久的代谢时间 身体还有29耐克 可想而知之前吃到的浓度有多高 那么另外呢 沈正南医生要说 他说这起巴比陀未要遗云 官方已说 全国的这个巴比陀开立的流向 没有任何异常 但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戴伟山 好竟然说验出64 不是零检出 就是魏食巴比陀 就跟你说200耐克以下就是阴性 也就是魏阳性 怎么还在那边胡乱引用什么专家的话 在那边制造大家的恐慌呢 然后又有家长担心 好这个是本二蛋瓶被验出了 是20 29耐克 相关单位又大张旗鼓 当成了魏药医院来办理 他说这件事情呢 已经要用更精密的直谱仪赴验了 下周就会明朗 到时候事情会更清楚 根本就是检验误差的问题 在这边我也是想要请教一下 赖清德 赖医师怎么看呢 我很好奇 彭婷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其实目前看起来有三位候选人 那有两位候选人是医生 那这两位其实对这个议题 其实都没有说什么话 我觉得也蛮奇怪 然后呢 我们刚才也查了一下 确实食药署这边讲过 韩本巴比陀的这些流向 没有不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一直主张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之前在讨论所谓的 萊克多巴胺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什么叫PPM 什么叫BPM吗 那个差异大家也知道吗 根本不知道 因为民众不会 民众只看到是一个印象 就看到数字 民众根本没办法去比对 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只有一个印象而已 所以给大家一个印象很重要 所以有啦 戴韦山给的印象就是64 没有任何单位 没有啦 自由时报给的印象更可怕 对 但按照代韦山 跟所谓目前自由时报 给出来的印象 看起来是什么 是有人在喂毒 对 喂毒 很多人在喂毒 但是你看一下食药署 我刚特别去查了一下 食药署 来 我们take一下我们的画面好不好 这个是食药署自己在6月14号公布的 韩本八笔妥成分复方制制药品 到底有哪一些 你可以看到肠胃用药 呼吸道用药 而且里面有什么 都是医生处方的 所谓的咳嗽的啦 制肠胃的啦 然后当然前面还有比较多的是癫痫 但那个是癫痫 特别的那个 但是肠胃跟所谓的这个咳嗽用药 都是 换句话说 如果你有去看感冒 你可能也会被验出来 那如果知道 那家长如果知道这件事 你会不会心里稍微放松一点点 所以你现在坦白讲 各个县市首长都应该要讲什么 第一件事情 如果家长有担心小朋友 请你先确认你的小朋友 在过去的几天里面 你有没有看过感冒 医生有没有开立下列的 这些韩本八笔妥这些 副方制品的部分 然后如果都没有 确定都没有 你去验验出八笔妥 那个才有问题 但如果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去验出八笔妥 对不起你吃了这些东西都会 就像我刚才在开玩笑 我说侯伟仪的团队应该 副市长好了 副市长成绩够高了吧 我要是刘鹤兰 我现在就去什么 就感冒看个肠胃 然后这个肠胃要吃下去 然后自己就验 就验尿尿 验出来就有嘛 就告诉你说 这个关联性是药品 不是毒品啊 也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不知不觉的 我跟你讲 其实2016年 我们就有执询过一个 很离谱很离谱的案件 我相信观众朋友 都有去过日本吧 日本有那个陈耀有没有 很有名 一款叫Lulu 另外一款是金黄色的有没有 大正的 对 你知道2016年出了一个很离谱的案件是什么 是一个妈妈 带了5盒大正百宝能 回台湾哦 结果被人家讲什么 运毒 被我们的政府讲运毒哦 还被告 然后呢这里面为什么 因为他们含有 确实他们还有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毒品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而且那个成分是稍微多一点点 所以大家有没有忘记 你们现在去Google 日本陈耀控格毒品 就会出现一大堆 就是说 台湾把日本的陈耀里面的相关的这些部分 设置为所谓的这个毒品 这个部分 对人体可能会有微量的害 那呼吁大家可以用 但是不要过量 这些部分 那我们2016年在讨论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就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是药 它不是毒品 也就是陈耀里面 确实有含有镇定的这些 这样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我们要跟 就像刚刚凤英姐所提到 我们要跟民众讲清楚 说明白一件事 不要过度恐慌 最简单的方法就告诉大家 什么东西含有巴比陀 而你最近如果去看了肠胃 你最近如果去看了感冒 如果你的医生有开下列 像什么黄氏肠胃定 人参皮疏痛定 或什么景田咳嗽定 这些部分 那这些都含有本巴比陀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小朋友如果最近 有去看感冒 那你被咽出巴比陀的 这个几率是高的 如果你都没 如果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看 也都没有吃这些部分 然后你还咽出巴比陀 我跟你讲 新美市赶快开个绿色通道 因为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这些如果咽出来的 没有吃这些药 也没有看过病 也没有任何处方签 这些医循的 如果他咽出巴比陀 那才表示有问题吧 可是还有肠胃药也是 是啊 我跟这边讲啊 我刚才讲一堆肠胃药啊 所以我刚才讲肠胃药感冒 不是只有感冒药 肠胃药也是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就列在这边 总共九款药 都是医生处方的 所以你如果去看肠胃 看感冒这些全部验出来 如果真的有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其实包括我自己 昨天也接到很多 昨天我有接到戏指的小朋友 他说怕吃案 然后希望台北市的议员 去帮新美市讲 我们第一时间就转达 但我第一时间 我也告诉他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必须先了解一件事 这些小朋友 有没有去看过肠胃 有没有去看过感冒 有没有医生开立 这些方面的这个部分 所以验出来数字不恐怖 验出来的是过量的才恐怖 或者是你过去没有去看病 然后没有吃这些药 而验出来这才叫恐怖 否则现阶段所有的家长都恐慌 就说新北根本有个集团 现在喂药吧 甚至还有人跟我讲说 是不是某某某这个幼儿园集团 集团式的喂药 这集团就打击太大了 对 我觉得现在这种恐慌 已经无限上钢到一种程度了 坦白讲我觉得各个县市 甚至我跟中央不做 拜托各个县市长一起来做 就像我刚才讲的 讲清楚说明白总共就是17种 17种的医生处方签的药品 会有这样的一个含量 所以你过去跟这17种药有关的 验出本巴比土 你都不要紧张 因为那是因为你的药 那是正常的反应 但如果你没有吃这17种药 然后你的小朋友 还验出本巴比土 我跟你讲 我们政府应该要开一个快速通道 赶快来检查 赶快交给我们 我们来追本溯源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我觉得这样才是解决 危机的这个状况 否则你现在去跟很多的家长 还有很多家长就说 你看新北是太可恶了 居然还有这种喂毒品这种事情 但是最妙的事情是 食药署告诉你说 有这种含量的 跟这些管制型的用品完全没有什么 我们大家点了一遍 完全没有漏掉 所以并没有流出的事情 那何来未读之说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私底下 或走私的这样的一个用药 所以我刚才在讲 理解 理解医生处方的用药 跟你小朋友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史 很重要 所以麻烦大家拿出用之前 就是第一年面对COVID的态度 好不好 拿出第一年面对COVID的态度 把自己的接触史先搞清楚 然后再来确定我们验出来的 这个状况 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 如果没有接触这17种药 还验出来了 那我们就要赶快查了 那就很紧张了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有真相 只有中天不为城市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 下载中天 4Por 4 6 9 100 2000 500 200 150